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汪大道 剛剛我們討論民進黨的中國論述 現在要來討論他們有關於 貪污跟弊案的論述 看到台北的內湖捷運 出皮肉 謝長廷第一個想到說 如果是在高潔發生這個狀況的話 就會有人說他貪污 這個邏輯實在是有一點點奇怪 文家 是有一點點奇怪 我覺得他講話風格我每次都批評 很像宋氣力在講金 充滿了那種不按照事實 充滿了很多情緒性的推論 而且只希望滿足台下觀眾 短暫的情緒需要而已 是一個很不高明的一種說法 他說為什麼內湖捷運出事 人家不會說郝龍斌貪污 因為真的沒有人拿錢 到目前為止 如果有的話就辦嘛 就辦嘛 可是高潔目前我們來看 是有人拿錢 而且包括 那個謝前院長 你好幾個案子也在生喔 所以我想這兩個比喻之間 是有嚴重的落差 那謝前院長在這事情上面 為什麼要用這種超 就是說不符合理智的語言 來幫自己辯護 我覺得他背後 應該還有一些更強烈的東西 我覺得他第一個 他還是有高度的恐懼感 他認為他的高潔的後續 對他未必有利 雖然他的幾個屬下 就輝文常常講 有A錢 但是判無罪 讓大家很無奈 那他某種程度認為 他是不是能夠像這樣 可能不一定 我覺得他自己對這部分 是有恐懼感 第二個部分 我也認為他持續需要 強烈的政治動員 來作為他司法互僻的 那種外圍的保護勢力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他必須在這邊持續的加溫 繼續用宋氣力士的語言 去鼓動他最後那些支持者 對他的政治明星的偶像崇拜 那第三個部分 我覺得他必須要向民進黨 做一個原則性的交代 因為民進黨在這議題上面 絕對是會舉全黨之力 來批評內湖捷運的相關的缺失 那我想接受批評絕對需要 但是謝全院長在裡面 絕對不能缺席 而且他某種程度 要扮演那個什麼 極先鋒 我插頭要爭 那這種打別人 我們常講這種 這種東西就這個概念說 正義缺席 那在報復的時候 永遠超載 我覺得可以看出來 民進黨現階段 幾個台面上的領導人 在真正關鍵性的 正義議題上面缺席 說一些五四三 騎都沒有 可是在報復的時候 就得衝出來 一台拼裝車 載得頂一頂一頂 要你拚到哪裡 這是民進黨現階段 政治人為種 很不得不 但也讓我們沒辦法 接受的政治思維 老師 我是覺得說 謝長您講的話 可能就是說媒體不公平 可是你不要忘記 當時這個高捷案 是爆料 這是暴動之後 大家才往下去追索的 至少同樣情況 台北也沒有發生 第二個 有沒有貪污 我覺得我也覺得有啊 可是你要知道 綠的你為什麼不去爆料 你們這麼多的市議員 你們這麼多的立委 應該下去弄 把料爆出來啊 你覺得媒體 有那麼大的本事 主動會去弄 媒體沒有那麼大本事 可以這樣搞嘛 最最重要你是亂講 我是覺得 我認為是有可能貪污 可是你們有公權力在手啊 你們有民意代表 你們去調資料啊 而且你們就是很大一部分 是幫老百姓監督啊 你只要弄出來 你說媒體都不跟 媒體都不完全去追 你再來這邊抱怨 還比較可能 所以你就覺得他很奇怪 他那個脈絡是不對的 台北市這個捷運 我一直質疑啊 我是用我的廣播裡面質疑 可是我不是爆料型的 除了批評他的決策 我是覺得有點怪 這地方是有問題 可是多麼的期待 我一直呼籲說 民進黨你這次議員 下去後 我一件東西出來 只要拿出來 結果你沒有啊 你們的責任性 反過來抱怨媒體 這很奇怪啦 這個高雄捷運 謝陽廷當然是覺得說 這是他的政績 現在一個月 一個月虧兩億啦 我請問台中還要蓋嗎 台中還要蓋嗎 一個月虧兩億啊 不是一年虧兩億啊 一個月虧兩億啊 一年虧二十四億 一年虧二十四億啊 什麼時候能夠攤平還不曉得啊 因為高雄捷運是十字線的 那弄成環狀線 還要再蓋怎麼辦啊 動動腦齁 那這個公開六標齁 謝陽廷要去看高雄高分院的判決書 雖然二審有很多人被判無罪 可是啊 在公開六標的部分 是有明確的洩漏底架 洩漏底架 為什麼會洩漏底架 五人小組裡面有三個是你派的 為什麼會洩漏底架 周禮良 吳孟德 鍾善騰 是你謝陽廷派的 為什麼會洩漏底架 你派人列清姓為什麼洩漏底架 講清楚啊 還有事情 那如果內捷齁 就內湖捷運 如果說有洩漏底架 然後什麼絕標啦 積電標啦什麼的 如果真的有問題 趕快去處理 但是我不樂觀 為什麼這樣講啊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也呼應鄭老師剛剛提到的 貓欄啊 貓欄我們蓋貓欄 花了14億 去年9月30號 這個颱風來 T16塔豬外掉之後 到現在貓欄還在休息啊 好 去年11月北檢就分案了 分到現在啊 現在都7月多 8個多月了 請問查到什麼 什麼都沒有查到 誰辦的 台北地點署辦的 看到沒有 8個多月沒動作 你怎麼樣 那貓欄 有沒有民進黨的市議員 就出來有 莊瑞雄 徐家欽 你們抱歉 其他我比較不熟 名字叫不出來 你看看你貓人 那白來白去 那白也很累 然後呢 爬出什麼名塔 對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什麼 那為什麼那個塔住 就T16那個塔住 為什麼蓋在那裡 欸那下面那個 那個什麼山莊啊 我記得鄭老師有訪問過嘛 下面不是這個社區什麼的 大家嚇到沒力了 欸那就到我們 蓋在我們上面 然後那個土石這樣一直滑 大家看 一樓後 就開始 脈手就老了 說啊這把崩下來 那多少的人民生命財產 要整個社區安全的問題 誰處理 沒有人處理啊 所以我覺得 一馬歸一馬 內湖捷運的事情歸內湖捷運 高雄捷運歸高雄捷運 那貓欄的部分有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為什麼不處理 那我不是說一定要怎樣 台北地點署你查了八個月 也該給貓欄一個交代 譬如說啊這是天災 這是人禍啊什麼 總要有個答案出來吧 那如果你看到北檢這樣的辦案水準 你還覺得我們目前的檢調計畫 可以辦案的話 我也沒話說啊 八個月了欸快滿週年 他也沒辦法 查不出來欸 好笑不好笑 T16就在那裡啊 可是查不出來啊 他們每天去爬來爬去也沒用啊 他爬上爬下來是查不出來 現在台北市政府 處理貓欄的方式說要把那個柱子移開 然後還要繼續營運 很好啊 那大家去做 要做的人去做啊 不過除了這個喔 檢調單位今天還有一個案子 媒體披露有關於 陳水扁的外交機密的部分喔 現在要辦的居然是 所謂的零用金的部分 那剛剛扁辦也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呢 最後呢 查外交機密 秘密外交案 居然變成追查 陳前總統的出訪零用金喔 顯示特徵組叫做虎頭蛇尾 凸顯馬政府為了清算鬥爭 陳前總統 任何卑劣的手段 跟莫須有的罪名 都能使得出來 這是第一個說 怎麼機密外交變成了零用金 那第二個 第二段呢是寫說 不是只有陳水扁有這種零用金喔 大家都有 過去的總統都有 那副總統 五院院長外交部長 也通通都有 大家金額不一 但是每個人都有 他說呢 特徵組呢 單獨對陳前總統的出訪零用金 進行全面清查 這不是選擇性的辦案 是針對性跟報復性的辦案喔 所以也跟特別費一樣 是歷史工業嘛 大家通通都有 要查一起查啊 董好 這個部分 未來如果他要用這個東西 起訴陳水扁的話 我想會比較不容易喔 就是說 前零用金的部分 是錢有點簽收了 但是他怎麼用你 並不能證明喔 只是帳有沒有報的清楚 但是喔 我要先回來講 剛才那個 有關內湖縣的事情喔 內湖縣是在馬英九 當台北市場任內發包的 如果我的觀察沒錯的話 內湖縣這個案子 會未來成為民進黨 或者謝長廷 烏鴉戰術最好的一個 另外一個貓籃 對 不只是一個貓籃 貓籃那個還是失意 內湖縣不止 對我馬英九 而且馬英九現在是總統 這個他下面的 法務部相關的 這個樹灘單位敢不敢查 能怎麼查 在過去台灣的捷運喔 長期以來曾經 檢調單位也辦過很多次 始終沒有辦過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都是一些知識節節的啦 什麼局長這個 家裡的這個裝修費用到公款 都是知識節節 從來沒有 台灣從來沒有能力 大的工程弊案 從來沒有能力辦過 辦過捷運的弊案 從來沒有辦過一件捷運案 唯一一次比較有機會 就是高雄捷運 高捷 但是也是辦到無罪的人很多 那我要借用 這個馬英九的國師 陳長文今天在中國 都要寫的文章 國師都出來了 他是馬英九的國師 他說 廉政機關不獨立 樹灘難遭公刑 公刑 公刑 這個未來會是馬英九的問題 因為在馬英九 在當台北市長任內 曾經他有一個 市府的一個 基要任用的人員 跟朋友到了一個酒店 這個跟公務者採購 是有點關係的 後來被抓到了 抓到的那一刻 是馬英九的 政風處處長 趕快通知馬英九的 也就是說 當台北市長的馬英九 在處理這樣子一個 人事上的一個 風紀問題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 這樣處理的 它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賀花有事件 可能會變成一個 貪污弊案 當時的馬英九 應該怎麼處理 還是說 它只是一個風紀問題 你從馬英九 處理這樣子的事情 它怎麼去 運用政風機關 或者政風機關 怎麼去拍馬英九的馬屁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未來它怎麼去處理 台灣的樹灘問題 好 我們先進廣告